大家好 歡迎收看選股王 恆指今早跌了307點 收報25902點 半日成交今天有1088億 昨晚社保基金宣布減持人保股份 另外國家集成電腦基金 減持科技股 例如回鼎科技 太傑實業等等 市場覺得中央想為股市降溫 今早A股也有顯著的下跌 大型股份曾經跌了2% 上證指收報跌幅收窄一點 跌了1%左右 港股這邊也跟隨 除了大金融 中壽 建商股 另外看到近期強勢的ATM 其實也是回落的 要留意今個星期一路上 第一次未見到股市回落 而有即時承接 似乎等待多市的調整 終於出現了 可能未來一兩個星期 都會是一個反覆整股的格局 你看看今天市場的跌幅是全面的 跌了1000點 比較重災的就是大金融股 例如內險 券商 很多都跌了3-4% 其實科技股也是弱的 ATM 都是偏遠的 不過如果你看看今個星期的升幅 今天跌幅也很有限 都是1%左右 美團還是值市場的 變成是一個輕微整股 固滑就不是很大的 如果你看回整個市場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例如說你見到也有些強勢 例如醫藥股 中生製藥 石藥 逆時升 微創 其實創了新高 也有不少股份都是強的 變成就不需要太過擔心那個市場 現在一看都是初步支持比較大 25,600 和255這兩個位置 之前也推介過希瑪 之前就配股在5.8個這些位置 配了6800萬股 當時我就說它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發展計劃 應該都可以是這個集資活動是視為理好的 之後就由6元水平都開始反覆上升 這兩天就破了8元 今早就開始回落 你看回其實它一路配完股之後的走勢 都是大漲小回 現在那個短線上升軌 就大概在7.6、7.7這些位置 如果大小回它跟隨回落多一點 其實都是可以收集一下 作為一個中長線持有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 貼心 貼心